奇葩挑战 只带一发子弹打五头 果断选择AMR 没人能挡住一发点五零高爆 不过这种错率有点低啊 一发不中可就惨了 只有一次出手的机会 甚至连人机都没办法解决 这位置可以直接瞄到黑市 我猜肯定有人去买东西 猜中了 机会来了 完了 草率了 怎么办 很尴尬 这家伙竟然不慌不忙的走了 但凡再有一发子弹 他也死定了呀 现在我两手空空 简直就是带宰的羔羊 还是会爆红的那种 不行 感觉我还能抢救一下 可以找人机借点子弹 这时就体现出带精致是多么的明智 才发现这子弹还是普通品质的呢 可以啊 真给面子 如此一来我又有一战之力了 回来找那人 就是被我拘一枪那个 必须找回场子 发现了 他在干啥 nice 搞定 刚才被他逃过一击 最终还是被我杆了吧 这下就不削子弹了 不过连高爆都没有吗 都啥时候了 这么节省吗 但已经好多了 雪球越滚越大 接下来啥都会有 要获得高爆肯定要打人 正好里面就有一个 他要吃手雷了 我出来更好 手雷解决更轻松 难道猜错了吗 我知道了 这下他无处可藏 没动静 不可能啊 好家伙 直接烧死了 这也行 他连动弄不动一下 这么有个性吗 这才有高爆了 终于像个正常人一样了 装备也有点多 仇人呀 带上他们空间又不足了 那扶射区 我到底去还是不去 去吧 空间这种东西 急急总会有的 实在不行 钢铁M4不要了 等等 路上好多盒子 有子弹 这么多 早知道我来捡破烂呀 哪还用自己动手啊 根本用不完 这个时间其实正好 敌人开的差不多了 正好收割 呀 有人 这是个蠢蠢的老六啊 nice 差点被他溜了 他正好在舔包呢 刚才一路的盒子 恐怕都是他的杰作 不过这是在开什么玩笑呢 就这么点东西啊 一个装备都没有 他得多黑呀 看必有时候的我了 不是吧 这箱子都没开呢 最后十四分钟了 不会都凉在外面了吧 一直没人进来 连楼顶都没开 好像真被我说中了 这也行 果断不要M4了 就这么点时间 我不知道能开多少 呀 你想什么 原来还有人 是洞里传出来的 打他去 听见脚步了 就在里面 恐怕在等我 没那么容易拿下他呀 也没榴弹 投掷物也没了 不好办 怪还追我 这下难受了 Oh no 我可不想被遛 太能捣乱了 来了 这么脆 我就没耐久了吧 不知道他什么情况 反正变卖物也不多 连个粉的都没有 不管了 时间不多了 赶紧开吧 不对呀 我开箱天赋哪去了 这么慢 最多只有六分钟时间 开不完也没办法了 时间少也就算了 这把还好穷 哼 略过吧 反正收获一般 250秒赶紧撤 最后的实现 问题不大 来得及 不是特别远 这把最后也是成功返回 收益却只有300万 只带一把子弹打武图 挑战成功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明天见 拜拜 拜拜